接着我们看这一题 他跟你说一条酸骨DNA共有磷酸100个 但你就知道我们如果是酸骨的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是酸骨的情况底下 我们磷酸有100个 也意味着我的核甘酸应该怎么样 我的核甘酸应该一边各50个 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这边应该有50个去氧核糖 我这边应该也有50个去氧核糖 组成我DNA的核甘酸 组成我DNA的核甘酸都应该只有什么 都应该只有一个磷酸基哦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今天有100个磷酸的话 就代表着我只有一百个去氧核糖 所以聪明的你我C朱 我基本上一开始我一拿到就先删掉 OK 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来我今天酸骨一人分50个嘛 可以接受 其中我跟你讲 他跟你说鸟粪飘银有20个 所谓的鸟粪飘银是不是G 而G会跟谁一样都 G是不是要跟C一样多 那他们都是20个哦 G是20个哦 那我的C是不是20个 所以他们就占什么了 他们是不是就占40个了 我总共100个他们占40个 所以剩下60个就是由谁跟谁去分 剩下60个是不是就是由凶陷密定 我们的T 跟我们的线飘银去做均分 那他们一人就会分几个 他们一人分30个 所有30个凶陷密定 跟30个线飘银 可以接受吗 所以其实这一题 这样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A选项了 可以接受哦 好那聪明的你 老师这边少画一条青剑 那如果叫你算青剑的话 请记得哦 飘银 鸟粪飘银 跟包密定之间会有三个青剑的存在 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 我有20个鸟粪飘银吗 那他跟我们的包密定之间 会有三个青剑存在 所以他们之间会有60个青剑 再来哦 你看这里 我们的凶陷密定跟我们的线飘银之间 中间都会有两个青剑的存在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有30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每一组之间有两个青剑的存在 所以这里会有多少个 这里是不是也有60个 所以孩子聪明的你 请问青剑共有多少 我们的青剑这样合起来 共有 120个青剑对盘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选择什么呢 这一题的答案是不是就选择我们的 A选项了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选择A选项